好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这样一个功能 你看滑鼠一过来 东西跑出来 这个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我常常教对不对 你可能也看得很烦的 但我们要让你理解 透过各种方法来表现它 这一次我们用的方法是很简单的CSS 当然用这个东西 我们要开始来处理到所谓的选择器这个概念 这是进阶的概念 但不难不难是因为我可以把它教得很简单 对不对 超厉害的 你会了之后 你的功力会 我跳到哪边去的 选择器的概念很简单 不难 但是你要经验跟基础 如果你是跟我学过一阵子的 你现在来学这个东西就会很快 换句话说 透过CSS选择器的概念 要做这样子 有两个变化 我滑鼠一进来 字有变了变颜色 第二个多一张图出来 对不对 滑鼠一进来有两个变化 我一进去可以有两个变化 我当然也可以本来有的东西 一进去变不见 对不对 道理都一样的 没有我一进去跑出来 我当然也可以有的东西 比方说我也可能说这张照片 那我一进去照片变不见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把这个概念讲清楚 这个叫CSS选择进去 这个也是一个互动文本的叙事的一个方法 老样子 老样子 我们快速的呢 来把它 composer把它调出来 快速的用composer 来处理到我们该处理的地方 说快速快速又浪贵了很多时间 对不对 好来赶快 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 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 老样子都要的 按一下原始码要640 640 宽度 640 拉一下才会有这个出来 然后 margrn 分号 auto 冒号 然后auto分号 按一下设计 有没有 他就640G中的 enter都按几下 这样 可编辑区域 才能够东西可以编辑 然后呢 格式页面标题 属性 按这个地方 UTF8 这都要做 这个不做呢 你会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 老样子 这什么概念呢 你就不用怕 我们这一次呢 谈这个东西呢 就会要用DOM这个概念 不要管 DOM其实就是网路元素的排列的顺序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这个东西 你用composer 第一次用看不到这个 他应该在下面这个地方 你先点一下 他就跑上来了 大概就会是这样 你什么都不用管 老样子 我们先把这堆日跟他call进去好不好 call进去 你要滴血可以啦 我是懒得弄啦 好来 按右键 不含格式哦 好了 通通进来了 老样子对不对 我们会先把他反白 按一下什么DIV 哦有了 他已经是一个DIV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DIV把它圈起来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 你们看到这里也是DIV对不对 好拉一下 我们把这个DIV的宽度 不要那么宽啦 这是为了等一下给你看的方便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有了 OK 然后呢 我们把下面这个style呢 全部跟他抄进去 我们先把它抄进去啦 好不好 之后会再跟你解释 好 复制 一样 这类style呢 都要放在什么 body的后面 最好再多一个VR 这样比较compose的 比较不会出问题 好 通通有了 同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字变化 好不好 这个字呢 反正我抄进去嘛 你自己找 我们先用这一个 这是class 对不对 点个class嘛 复制 这个是我写好的class 这个可以自己改 里面的CACS 可以自己写 这个上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 先点一下这边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DIV 有 这个DIV对不对 点一下 DIV点一下 点HTML 点一下变蓝色嘛 整个都圈起来了嘛 就是我这个DIV 把它选起来的属性点两下 按一下这边有没有class 有 把class加进去 贴上 那个点不要 class加进去 看之后 有没有 已经产生变化了 字有产生变化了 对不对 好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DIV呢 其实是把它圈起来 是一个什么 是一整个区块 但是我现在呢 要把几个字 只是要对几个字进行控制 应该是用什么 用spam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怎么弄呢 一样各位 你先按一下这个DIV 有没有 全部圈起来 按一下分离 哇 你看全部都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好了 这个地方呢 跟他写上一个spam spam 看你要的是什么字 这个 这个这几个字 spam 然后 slash spam 有没有 ok就是这样 多写几个好了 等一下要让你知道 spam spam 你也可以到那个什么 去的 原始码里面去改 spam spam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要对中间几个字 把它圈起来 把这几个字固定起来 要交以pam化 就是用spam 就表示说这几个字呢 我等一下要对那开始pam化的设计 你都看不到 你都看不到 因为我们只是把它圈起来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div里面有两个spam 这个div里面有两个spam 对 这就是好处 你看这个div有没有 这个等一下 你会知道 这个div里面有两 有两个spam 对不对 这个div有两个spam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这样 你看 一个两个 你就很清楚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你刚才已经把什么 把cs都弄进去了 理论上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抄进去 这个抄进去 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div div class 对不对 这个是class 看一下 我们 这是一个div 对不对 有这个class的div 有这个class的div 有没有 你看 这个中间不要有空白 就是说 有这一个class的div 因为这样电脑比较容易控制 这个大的是div 对不对 我告诉电脑 这一个大的 有有这一个class的div 懂我意思吗 像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说class怎么样 对不对 class有很多种 到处都可以放class 对不对 那我现在是更精确的告诉电脑 有有这一个class的div 可不可以 有这个class的div 有没有 然后冒号hover hover就是滑鼠移进去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一个div 有这个class的div 我滑鼠一进去的时候 他的追横有没有 这个过号就是说 他的子 父子的子 他的子 子会产生变化 懂我意思吗 以前我们教你就是滑到这个东西 变这个 我们现在是滑到父亲 滑到这个div hover 滑到这个div 但是他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span 产生变化 懂了吗 所以这个叫做负子的概念 才会讲到负子 负子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这个就是负 有没有 然后他的下一层 下一层就是子 我滑鼠移到这一层的时候 里面就会产生变化 有没有 看滑鼠移进 有了 老师为什么会 因为我们已经把刚开始 我们已经把这个抄进去 有没有 那个css 我们已经把它抄进去 这个可以自己写 这个可以自己写 你这边也不一定span 等一下我再来讲 等一下我再来讲 你看有没有 这个span 就是说 这个是负 然后一层这个就是子 span就是子 负子 然后呢 这个子的span里面 颜色产生变化 我滑鼠移进去的时候 颜色变红色 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负跟子的关系 我移到这个负 然后它只产生变化 没有就是这样 我移到这个负 这个颜色产生变化了 有没有 我移到这个负 这是负对不对 这个是div 哪个span 我没有指定哪个span 就全部的span 都会被挑起来 但这个span 必须是子负子的关系 负子的关系 也就是说 它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 这个是负下面一层 第一层 下面的第一层是子 负子的关系的子 全部都会产生变化 就是我们要教你的负子关系 我们用很简单的东西 让你理解 滑鼠移进来 负子负子 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这个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我们先 我们先教到这边 因为再过来 等一下会久一点 我们会等着再讲 第二个 第二个影音好不好 我们先负子你懂了 我们等一下会讲 哎呦 那这个东西可以有 文字有了 那照片怎么办 道理都一样 我等一下会再先讲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所以选择去负子 这个是负 滑鼠移过来 里面的子就产生变化了 有没有 就会是这样 OK好 先了解这一点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一个 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 来